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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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 观世音菩萨 脚踏莲花宝座 首提镜屏 飞往官地点 弟子用意念 对脚下莲花 说了一声飞 莲花缓缓飘过 闪着金光的大海 与佛台山水画上的大海 一模一样 飞过两座高山 见底下白桥流水 景致甚好 就停下莲花细看 轻轻草地上开满 无数颜色各异的花朵 花瓣叶随风飘出 短暂的鸟语流水声 煞是好听 弟子随意摘下 一朵三色叶的小花瓣 小花瓣内传出短暂乐耳的音乐声后 就幻化成几束金光 消失在空气中 刚才被摘下花瓣的嫩质感上 又重新冒出一朵 好像小菊花的白色花朵 真是神奇 草地前方有一座白玉石桥 弟子走到桥中央驻足观看 不远处一道瀑布 从山顶倾泻而下 澎湃壮观 和蓝色山水化的瀑布 景象一模一样 一会儿 水流从极变缓 发出耀眼金光 弟子闭上眼睛 再睁开眼 已经不见小桥流水 空中出现一座 金色屋顶 红色围墙的观音庙 弟子脚踩莲花 飘入观音庙内 里面显现M国X式的观音堂 布置格局 这是弟子常去拜佛 捎送小房子的共修会观音堂 不同于阳世的观音堂 在供奉太岁菩萨的位置上 是一身金色盔甲 手握将军印的谢太大将军 2019年 执守太岁菩萨 弟子走到放置拜殿处 从上面拿了红色拜殿 开始给观世音菩萨 南京菩萨 太岁菩萨 观地菩萨 周苍菩萨 观平菩萨 磕头请安 礼拜完毕后 就坐在观音堂的椅子上 微闭双目 轻生念经 弟子念完功课后 从观音堂内走出来 门外是群山连绵的净土世界 空中呼见几束金光 幻化成一只金色凤凰 对弟子说 请随我来 时辰不早 你该返阳世了 周苍菩萨已于西北方向的天门等候 弟子紧随金色凤凰 飞到靠近红色天门的凉亭内 周苍菩萨 嘱咐弟子跟进 不要走失 就把弟子魂体送回仰视 梦醒 凌晨三点多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 马来西亚 130719 答 好人有好报 一个人能做到这种梦 就说明这个人心地很善良 好梦是给好人的 恶人不会做到好梦 天上的花就是这样 摘掉之后马上会长出来 莲花 你让它做什么 它都可以满你意 如果修得好 莲花可以飞 可以变换出各种东西 无论 我们怎么做嘛 我去拿过拥在课 你连自己要好管 actress liter想 Ras筵